美國大選最後一場總統電視辯論會增設關咪的新規則 總統辯論委員會宣布 本港時間星期五舉行的第三場電視辯論 在每節辯論一開始 候選人各自發言價兩分鐘時段 會關掉另一個候選人的咪以防踏聲 導致後價開放辯論時段就不會再關咪 特朗普競選團隊批評 主辦方臨時改變規則是偏幫拜登 但是不會退出辯論 由批評最後一場辯論违反傳統 沒有將外交政策納入辯論題目 是協助拜登會被最近傳出他的兒子亨特 涉嫌和中國關係密切的草紋 要求委員會跟進